这鸡都成鸟了 吃东西都不下来 请便到上面叫 前天发了个视频 就是说我们要扩大规模 就希望周边的 本地的 我这里是湖南藏德林里 希望我们边上的朋友 想合作的 可以联系我 也有很多人联系 但是有一些是外地的 外地的怎么说呢 我们现在没有那么的能力 主要是 因为这个土鸡养殖 太远了之后 我们没办法来控制这个品质 因为我们主打的就是品质 所以暂时不考虑外地的朋友 也有朋友留言 建议我们把那个规模做大 像关注我很久的朋友都知道 我们到山脚下还有一个场 这是第二个场 这上面是第三个场 再到山里面是第四个场 现在除了三脚下的那个场 现在正在修整 现在基本上那个草 已经长了五六十公分高了 那边生态全部已经恢复了 像这一个场地 现在的鸡也卖完了 也是在修整 差不多也就在这个半山腰的地方 这个草已经开始慢慢涨了 只是这上面已经开始有一点点变育了 那个草也正在涨 现在山上差不多有六千只土鸡 但是如果是这样一致的扩下去的话 我想也不现实 因为全部把精力放在养上面了 这样的路子 对于养土鸡来说 绝对是错误的 因为养过土鸡的朋友都知道 这个土鸡不在于养 其实养起来真的很简单 只要你的环境 包括你吃的东西 包括你养着的时间 能把握住 能控制好 这个土鸡的品质绝对会出来 如果是一再扩大规模的话 我们只能把这个精 把这些时间完全放在养上面 但是土鸡最难的一点就是销售 如果你把销售这一块放弃了 那绝对这个是没办法做大 没办法继续支撑下去的 现在第一个厂和第二个厂 都在修整阶段 真正要讲的话 差不多下个月我们就可以再上一批鸡了 但是我们不想走得太快 也不想这样去做 毕竟这个生态要让它真正的恢复起来 这样的话 我们的鸡就可以保证它的青吃料 如果鸡吃的草多了 那个品质绝对也就上来了 像这里的虽然有机 但是这上面的草已经开始慢慢涨了 已经看到绿色了 这个青苔都已经出来了 所以我也考虑了很久 要想把这个产业做大 你必须得把市场做大 再来找到一帮志同道合的朋友 大家一起来把这件事情 把它做起来 只有做到分批式散养 这样的话才能保证 一年之内都有土鸡在销售 其实对于那个土鸡散养的场地来说 我们还是挺充足的 比如说这一块地方 这一块地方接近有2000多平米 像这边都是一个荒地 全是长的草 有一米多深了 真正要讲的 如果想扩大规模的话 只要到这上面建个棚 像这里建个棚的话 养个四线姿是绝对没问题的 因为这个场地是足够大的 老沃那后面全是那个茶树 一直到那个山下面 还有很远 从我这里过去最长300米以上 完全是够这个土鸡活动的空间的 所以我还是希望 如果是本地周边有朋友想合作的 可以联系我们 大家一起分工合作 把这个事情做起来 好